有一年說好要一起去跨島旅行 殺去了蘭嶼、澎湖還有綠島浮潛 我永遠都記得我們那青春熱血很瀟灑的那一幕 有了小孩之後 每天我下班之後 我最想的就是趕快回家 趕快安頓好小孩休息 更別說像以前小姐那樣 時不時就是逛街旅遊了 朋友他偶爾會關心你 說最近還好嗎 要不要來個聚會 事實上從化妝包變成了媽媽包 說實在的小孩子在餐廳的表現 也會讓我壓力很大 不想要影響到其他的客人或是朋友 因此慢慢的有一些瑣碎的準備出門 以及外在的在餐廳的小朋友的狀況 會讓我變得不太想要出門 想要覺得在家就好了 比較是家庭小孩為主 朋友之間的聯繫 事實上慢慢的真的遞減了 隨著小孩子的慢慢長大 我們很自然而然的認識了不同 才藝圈的媽媽們 很自然而然的開始聊起了 小朋友的育兒經 然後我們會彼此分享大家的生活 我們會互相照應 互相幫忙照顧 然後分工合作 我會覺得 不只是在朋友圈的交際更廣泛更大了 然後我的生活層次也更豐富了 成年人的友誼關係是一種相互的關係 包含行為和信念的彼此的影響 在友誼品質良好的時候 它會帶來許多的滿足感 從青少年到成人的初期 這段時間有許多的人生的轉變 而這些轉變可能帶來的是 我們維持友誼上面的一些些的挑戰 我們有可能會覺得 在轉變發生的時候 我們的朋友的數量變少了 譬如說我們從一個城市 到另外一個城市去求學 我們可能因此而跟之前的朋友 有比較少的聯繫了 然而後來我們可能結交新的朋友 而能夠跟我們之前的朋友 有一些新的分享 進入人生不同階段之後 要在意的事情也會不太一樣 像是我這邊就會比較在意 課業、考試、交報告等等 但是他就是必須要 注重於他家庭的事情 所以彼此的話題上也會有所不同 雖然這樣的交集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但是還是心中有一點感覺到遺憾 就是沒辦法像之前那麼的要好 然後那麼的有話題聊 我在三年前我加入了輔導團 那輔導團的工作跟我以往的工作 有點不太一樣的地方在 我面對比較多的 除了教學之外還有課程的研究 也因為這樣子以前的同事朋友相處的時間 慢慢慢慢的變得很少 因為我可能常常要出去開會 不會在學校 那個時候會覺得心裡面有一點空虛 有點落寞 就是少了很多時間跟朋友相處 可是當我拿著這一些的成長回到學校之後 反而開啟了我跟原本的朋友 原本這些同事的新的話題 這反而增加了我們很多 雖然我們很久才會聚一次 或者是很久才會討論一次 可是我們討論的東西 我們對話的內容 反而厚實了不少 那麼這些轉變 在青少年的晚期到成年人的初期 是有比較多的可能性的 譬如說學業 婚姻 家庭 工作 這些還沒有穩定下來的時候 我們異動的可能性是比較高的 所以在這段時間 對成年人維持友誼來講 會是一個小小的挑戰 不過大部分的成年人 都會在這個過程當中 發現他的生命經驗是延伸的 也就是擴充的 基本上來講 不會因為這樣真正的斷了之前的好朋友 而通常是一段時間沒有聯絡 之後再聯絡還是十分的親近 十分的熱絡的 那麼同時我們也發現 有良好的友誼品質的成年人 通常能夠協助他 面對許多人生上面的重大的轉變 研究指出成人友誼的三個主要的議題 是友誼的情感 第二是共享共有 第三是社交的相容性 友誼的情感的部分是指的相互的信任 承諾以及忠誠 在這樣子一種情況之下 友誼可能會帶給個人許多面向的支持 譬如說個人會比較願意自我揭露 將自己所關切的問題跟他的朋友分享 而能夠得到一種支持以及回應 同時想出解決的方式 這個就可能是一個友誼的情感的部分 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二呢 友誼中的共享和共有 制止的朋友之間所互相參與 彼此感到興趣的活動 那就是透過參與朋友 所感到興趣的活動 能夠更加的了解朋友 以及讓朋友了解自己 當我們去參加朋友的活動的時候 朋友會覺得他的活動 以及他參與活動的種種 得到的一種分享跟共有的感受 第三呢 是社交性當中的相容感 那也就是說 朋友讓我們持續在彼此互動當中 有保持一種愉悅感興趣 一種感到滿足這些的感受 使我們在互動的過程當中 相處非常的融洽 那麼這三個條件或是三個議題 可以說是成年人 維持友誼的重要的元素 在多元的社會當中 我們也發現 成年人維持友誼的方式 也見趨多元 那也就是說 不一定要傳統的面對面 來互相的參與 或者相互的聯繫 也可以透過許多 網路上面的交流的方式 來維持現代人的友誼關係